我們要來怎麼講它呢 嘿大家好我是中天 那我們現在的影片就來分享一下 我們這個一個禮拜或多了幾天 來使用這個iPhone 14之後的心得 其實在今年呢 這台iPhone 14跟14 Plus 這個定位的手機 它是14這一款先出來 那Plus那一款會在10月初的時候出來 所以在那個時候 我們也會有關於那一台 可能會比較針對續航力部分 一些測試跟評測 可是其實其他的部分 任何的部分我們大致上 相機還有螢幕表現什麼這些等等 其實你看這支影片也是可以作為參考 那就首先我們現在要來講 還是在它的這個裡面 使用處理器跟效能的地方 那這個呢 其實在後來陸續有很多 不一樣的測試跟評測出來 那特別針對這個A15跟A16的處理器 去做比對 那關於這些部分 我在Podcast裡面有講比較多 可是有觀眾還是希望在這邊解釋一下 那基本上就是因為今年這一次 他們在14系列裡面 散熱的設計做了一個很大的更新 那因為這樣呢 你平常在跑分的時候 雖然說這一台的分數跑的是比 iPhone 14 Pro跟Pro Max不好 但是在你長時間燒機 長時間玩手遊的時候 它可以在一樣的幀數維持比較久的時間 不調整 所以他們說以長期使用啊 這些燒機的方式來講的話 好像這個有改善散熱的A15處理器 似乎是比A16的表現還要更好 但其實我認為呢 如果要這樣比較的話 那應該會在兩個處理器都是一樣好 散熱的情況下 而去做比較才能真正知道說 到底他們在相同的條件下面 兩個處理器表現的差距會在哪裡 那當然反過來講啊 就代表說這個改善散熱的 滿血版的A15的表現 其實是非常的好 那其實關於處理器的效能 我在很多支影片都講過啦 現在這個時代你一般人使用下 你其實不管是A13啊 A14可能可以跳過 可是A15 A16來講的話 你平常使用不太會感覺到一些明顯的差別 它都是算效能過剩的這些情況下 所以你不管選擇哪一支 應該都不會錯啦 但是其實我們講回來 就是因為它也是使用 像去年一樣滿血版的A15處理器 那單純改善它散熱上面的設計 還是很難不給人家一種在清庫存的感覺 那又再講回來 蘋果的散熱一直是被詬病 非常非常久的一件事情 然後這不只在iPhone 在很多的機型上面 都有散熱設計不佳的問題 那等到現在今年才做 而且在做的時候 又沒有四個機種都給滿的情況下 感覺起來好像還是不太對 但這部分我就不再去多講 因為我是講說效能對現在大部分 99%的人而言 不管用哪一代 大致上都非常足夠 好 那再來我們講到 它前面的螢幕的部分 那這一支呢 因為它也是一個入門的版本 所以它前面也是只有用到60Hz的螢幕 那這個我也說過 對一般人而言是沒有差別 可是對我這種長時間 已經使用120Hz的螢幕的人 再換回來使用這一支 每天去用它的時候 我就覺得哇 真的可以看得出來這個差距 那首先是你在 不管是使用它滑動螢幕 這些殘影的視覺感都非常的明顯 那如果說我要給它一個藉口說 因為它是中階 或是入門的機種 所以才沒有120Hz的話 那我們又看到別的陣營或其他的廠牌 其實不管是入門機種或是中階機種 很多都有搭配到120Hz的螢幕 那甚至也給你到90Hz的螢幕 所以講到現在2022年的時候 我已經沒有什麼藉口再給它說 因為是中階機就可以去接受這樣的規格 那當然也是同時除了輕庫存 或是刻意去切割它產品的定位 也沒有什麼其他的藉口 但是它的優點就是它的色彩表現 它的亮度什麼都還是非常的漂亮 那這一點我對蘋果螢幕的調校 一直都是非常的稱讚 那只要是你能接受的 你也感覺不出來差別的話 那其實也不太要去想這些規格的問題 OK 好 那繼續前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今天的贊助商就是Simple抗藍光簡單貼 那我們這邊要來進行一個抗藍光的小測試 Simple的抗藍光保護貼 是採用奈米光合吸收技術 將葉黃素加入到保護貼裡面 能夠吸收有害的藍光 那世界上大部分的抗藍光保護貼 都是採用反射的方式去抗藍光 藍光還是有可能反射到眼睛 那他們這邊用抗藍光雷射筆來測試後 就可以發現Simple的保護貼 從藍光變成了白光 因為藍光的部分被吸收了 那相比一般所謂的抗藍光保護貼 還是會反射出藍光 那另外呢根據廠商的測試 他們家的保護貼是專門濾掉有害的藍光 那其中最毒的有害藍光是30奈米 可以濾掉將近50% 但是相對其他品牌抗藍光的2到3倍 那這邊補充一下 那根據國際非電磁輻射防護委員會ICNIRP 所提供的藍光危害加全函數 對人眼有害的藍光波長區段 落在420奈米到460奈米之間 那430會最毒 那使用幾天下來呢 它也沒有造成我的視覺上什麼不舒服啊 那色偏的問題 這個是我現在最擔心的 那目前基本上是完全看不出來差異 那這一點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平常在做內容的時候 我們最怕就是螢幕的顏色跑掉 那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人在講說 蘋果開啟這個夜暗模式 會完全關掉藍光這個功能後 那其實我是不能使用的 因為我們影片如果在那邊看啊 內容在那邊做的話 顏色完全跑掉 那其實對我們困擾是會滿大的 那其實也是因為呢 它裡面有夜黃素的吸收技術 所以螢幕也比較不會有色偏的問題啦 那其實我也實際把我貼上 14 Pro Max 的這個過程有拍攝下來 那相比先前13 Pro Max 其實就是一樣張貼的體驗 那它這個貼膜神器算是非常的容易上手好貼 然後整個貼的過程也是不到一兩分鐘 然後也沒有任何氣泡或是入塵的問題 所以我個人覺得在這個部分呢 他們貼膜神器算做得還不錯喔 那我這邊也會提供蘋果爹的專屬折扣碼 放在下面資訊欄的地方 如果有需要的話 就可以使用我們的專屬折扣碼 然後去做到最好的優惠 好那再來我們講續航力 那這一點我覺得有點比較難判斷 因為首先現在iOS 16 其實還是算極度的不穩定 即使是在我的14 Pro Max上面 我都有時候可以一天得到非常好的續航力 隔一天也沒有特別不一樣的使用情況下 可是續航力會有很大的差距 那14相對來說呢 它沒有水減螢幕在這個部分可以省電 但是它也沒有自適應率 可以自己調整 不同刷新率的這些螢幕 所以在這個部分 有些使用情況又會比較耗電 那我的預想會是說 可能選這支機種的人 一開始就不是從旗艦機種升級上來 或是本來就不是旗艦機種的用戶 那所以我們相比先前13或12的話 那它就會比13稍微好一點 那對比這個最差的12 或是最會發熱的12來講的話 你升上來這支 它的續航力的感覺會非常有感的提升 但是據蘋果自己的說法 這次在14全系列的機種 續航之王應該會是那支14 Plus 那這個我們要等到它真的上市之後 我們再實際來測試給大家做一個 比較實際使用上的比對啦 再跟大家分享的部分 OK 好 好 再來我們就來講後面相機的部分 那上次我們其實有做一些比較簡單的比對 那我上次就比較快速的先跳到這些夜拍 或是在暗處拍攝這些情況下 那我們這次會再做更多不同情況的照片 那甚至是很多人要求在戶外 陽光好的時候拍攝的照片的一些比對 那我們來看看 這個應該可能是同樣規格的這個主鏡頭 那特別大家都很想知道 到底跟13 Pro的這個比較 因為其實這兩支現在價格非常的接近啦 OK 那我們上次比較了很多室內的光源 然後那這次來拍多點戶外的照片 就是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在戶外它的差距真的會非常非常的小 那甚至可以說是沒有差別 相比上次在室內還有夜拍的方式來說呢 在戶外我們就看不大出來它的這個顏色調角的差別 但是我們可以看一些比較細節的地方啦 我們先來舉例看一下這個超廣角 那畢竟13 Pro的超廣角是好一個世代啦 所以呢非常的清楚你在邊角的地方 即使是在室外陽光好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看得出來一些細節的差異 但你真的需要很仔細的去看才看得出來 你看這些邊角啊這些紋路啊這些對比 那這些部分我的判斷其實就不光光只是它 這個演算法對比的調角 你可以看到很多細節到底有沒有真的拍到 其實這個就沒有辦法去用演算法算得出來的齁 那如果在夜拍啊光雲不好的時候 這個差距有稍微縮小一點 因為如果都是糊的那到底有沒有拍到細節 它其實都還會是糊的 所以都差不多的模糊啦 所以在這個部分差距會稍微的小一點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主鏡頭的地方 那我們的了解是基本上 13 Pro Max 和14 的主鏡頭用的 應該是同一顆 有一些照片的地方呢 可能是因為拍攝上的時間差 或是拍攝的角度有一些些許的差距 那有一點成像的差距 但是我們仔細看 其實它真的算非常的相似 那有些時候好像你可以看到 它14 的對比稍微強那麼一點點 那這個或許就是在演算法上面有做一點調角 但是真的算是小到可以忽略 如果你的照片要放大五倍十倍 才看得出這些小差距的話 那你一般在分享啊 在社群上面貼的時候 根本不會看得出來 那其實非常多的樣張 我如果今天對調它的位置 然後不要跟你講 到底是哪張拍出來的 或許根本也猜不出來 或許你也以為是同一台手機 同一個鏡頭所拍攝出來的 那這個是我自己 即使是在電腦上面放大檢視 也是得到這樣的結果 那我不知道你們大家 對這個部分有什麼想法 所以針對主鏡頭的話 其實大致上可以忽略它的差距 那在夜拍的部分呢 主鏡頭其實 就是在我們拍攝上面 它的秒數稍微減少了那麼一點點 可是這也是非常的些微 那有些時候呢 我甚至感覺不太出來它的差距 那這個可能就跟現場光源的判斷 演算法怎麼去算說 應該要多長的時間去拍 可能也有差距啦 但是呢在夜拍的部分 你還是可以看到說 14它的演算法 是算的稍微比較冷掉一點 那這個很有趣 其實14是這樣 可是14 Pro就沒有 那再來呢 我們就來比無法取代的長焦鏡頭 那這個呢 14它就是沒有辦法 那數位變焦三倍還是慘不忍睹 少一顆就是少一顆 那這部分可能也不用放大 大家就可以看得出來這個差距啦 那如果你會用到長焦鏡的話 就不要考慮iPhone 14 那微距攝影呢 也是另外一個不推薦iPhone 14的理由 因為它根本就沒有 那微距因為所使用的是 超廣角鏡頭所去裁切的 所以在14上面 它這一顆兩個世代舊的 又不能對焦的超廣角 自然就不支援微距的功能 那這個呢 我覺得相對 如果我們講14 Pro好了 它有一個算是虛擬的兩倍變焦 或它用主鏡頭去裁切 去保留那個畫素 那如果你是喜歡拍近一點實物的話 在14 Pro上面 還可以用這個方式去解決去避免 但是14上面如果你要近拍實物 就真的沒有什麼辦法了 OK 那再來就是講錄影的地方 那上次我們有提到 當然在14對比13 Pro上面 14多了這個4K的電影機模式 還有運動錄影模式 但是很有趣的我發現 觀眾留言中 我看到很少人使用電影機模式 那這個大家就參考一下 如果你有使用電影機模式的話 那就是4K跟HD的差別 但是我們就來講這個運動模式的地方 那運動模式的話 我們這次就來比對 跟13 Pro的一般攝影來比較的話 那運動模式 你看它其實會做裁切啦 那我們一般的走路情況下 你看13 Pro 即使用主鏡頭的表現也是非常棒 那在14上面 因為它會先跳到超廣角再去裁切 如果你也要用使用主鏡頭的方式 再開啟運動模式的話 其實裁切會更多 所以你看到 如果即使在不裁切主鏡頭的情況下 在13 Pro的表現都那麼好 那就讓你去想想 可能只有些情況 你真的確定你在拍攝這個當下 真的會碰到很大 步伐很大的情況下 你才可能需要去開到這個運動模式 不然的話 當然還是用主鏡頭不裁切的狀況下 你可以得到一個完整4K的影片 這個也可以大家參考一下 到底這個運動模式是不是你會用得到 其實我認為在這次這個入門的機種裡面 可能真的最大的亮點 應該是在14 Plus那一支 因為不只是第一次有這個大尺寸的入門級手機 另外在續航上面 蘋果自己也標榜 那一支會是最好的一支 我們就來想想 很多想要買這種大螢幕手機的人 可能是對影片觀看的需求比較大 或是對長期玩手遊的需求比較大 或是單純就是想要有大一點螢幕 方便觀看使用 然後同時有很好的續航 其他的部分像是120Hz 相機多的一顆鏡頭 或是它的規格等級 那它的水減螢幕 動態導什麼等等 或許對這些人根本就不太重要 那再來講到我們剛提到這個散熱設計的地方 理論上啦 在先前的機型就有這樣 越大台的機型 如果它在一樣規格跟設計的情況下 機型越大它的散熱就會再更好 我們剛提到在14上面 因為這個散熱設計 所得到的一些效能上面的優勢 理論上或許在14 Plus 可以得到更好的效能表現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對買這支手機 可能是要長期來燒機 來玩一些中度手遊的人 來說或許那支的表現就會是更好 那同時間用更好的續航下 或許14 Plus 會是一支比較對著其他的 價位的一個機種 那所以如果那一些部分 是你真的這一次升級手機 很在意的地方的話 那或許再等個幾天 我們實際上手那支14 Plus 再來做一些實際測試跟比對 那甚至也跟14跟14 Pro Max 來做一下比對 那如果我們到時候得到的結果 還是一樣的話 那你又不在意我們剛提到那些 Pro系列附加出來的功能的話 那可能今天的14 Plus就會是玩手遊和追劇 長續航效能的一個首選囉 OK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是蘋果爹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 usd姑娘 我們下支影片見 從你的球影 unity 買固定 人 每次 掛